身穿黑白西裝 面無表情 演員劉亞人21號 再次現身首爾中央地院 說完想說的 面對記者追問 只驚驚搖搖頭 細節不再回應 召開記家庭 場面卻是這般火爆 臨走上車前 一大跌的韓元紙超 就這麼朝他扔去 說是要讓他在監獄用 侮辱性極強 不過劉亞人 拖也不回上車 時間拉回到這天早上 發言內容 似乎早砂盤推演過 那天繼續 很深熱 所以 再次很抱歉 我們在法庭上 誠實地答應 我可以告訴你 所有的答案 正確地 告訴你 我可以告訴你 尤其是2020年 西裝外套中標 當時還氣得想回頭找是誰做的 如今他的催性難密友 也因為他的事 捲進涉嫌湮滅證據 最終就算能全身而退 過程卻已經如此不堪